超速班奈米水里滴吹风机开箱 吹到你面目全非 超好用的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i 今天我们又来到Kini爱开箱 自己鼓掌 好久没有帮大家开箱新产品新玩意儿啦 那今天要帮大家开箱的是什么呢 来看看这个黑色的盒子猜猜看它是什么 很美喔 它是雾面的盒子 然后盒子很精美 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是什么咯 就是Tidy的奈米水里滴吹风机 型号放在上面这边给大家参考 奈米水里滴吹风机 好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支呢真的还蛮好用的 我已经拆开来用了 大概有两个礼拜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决定要来拍开箱影片给大家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会帮大家做PK 那会PK哪一支呢 就是我之前使用的吹风机是 Panasonic的971 那在当时它就已经超级无敌强的 就是一样是有负离子啊水离子 而且还是一支号称可以吹皮肤保养皮肤的吹风机呢 我就是用那一台 那在美国呢我用的是Dyson的吹风机 这几支我都有用长期时间的经验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那为什么要分享这支呢 因为如果你跟我一样 早上起床会有那种头发乱翘 而且像我头发是硬的 那就是会有那种就是 那会是毛罩的问题 有一支好用的定型吹风机 快速定型柔顺吹风机就超重要 我大概就给它取这个名字吧 快速定型柔顺吹风机 好那就是你的名字了 这支是粉色 然后它有出粉色跟紫色 两个颜色 你觉得怎样叫好的吹风机呢 我这边总结了帮大家 收集了一些资讯 大家会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的啦 那吹头发嘛 尤其是女生长头发 在意的就是 第一就是素肝 就是素肝大风量 但是呢一般如果你是便宜吹风机呢 素肝大风量会有个问题 就是头发很容易毛躁 可是我们也不想要毛躁 所以我们会最优先考量的三个点 一定是素肝大风量 然后就是 再来就是布毛躁 就是布毛躁就是要揉顺嘛 我们吹头发吹的酒会就是 手很酸 所以我们需要它是轻巧的 但是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考量 最主要的因素 如果你是 髮型师 那你会还有在意什么 肯定是什么 温控 就是它的温控好不好 所以这一支呢温控也是蛮强的 OK 所以这几点就是我觉得 纵观下来 大家会去考量的点 当然啦最后一定还会有的是价格 它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蛮超值的一支 吹风机 那不要看它就是长得很好看这样子 我原本也以为它是中看不中用型 结果没有 它真的很好用欸 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刘海啊 岔开我早上起来就 往下把它顺一顺 吹一吹 就搞定了 所以我觉得这支是还蛮厉害的 而且我拿来吹我整颗头 只要四分钟 整颗头只要四分钟 然后我的头发长度是这样子 好所以我觉得这支呢 大推 所以它就是一个水润感 光泽感 柔顺感 都可以做到非常到位 然后其实头发 头顶很爱乱翘的那一种 就是超级无敌适合 所以如果你有这类的困扰 可以参考这支吹风机 那我们到后面就要做PK咯 好呦在我们正式PK之前呢 我就会跟大家做一个 这支吹风机的基本的特色介绍 那当然啦 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就是它整个呢 纸盒的设计呢 非常的漂亮精美 很适合送礼 那当然呢 这支吹风机呢 它的风量啊 还有柔顺程度 我们等一下拍PK影片 那跟大家讲一下 这支 350克 350克的吹风机 然后它是雾面的 超美 这个机身呢 是这样子雾面粉 然后呢它有一个 360度的磁吸防烫风嘴 我们看一下喔 接上了 你看 而且它没有那么容易轻易 那种拔下来 它的吸力还蛮强的 然后超有质感 360度 就是你任何角度都可以直接旋转 360度的磁吸风嘴 好 然后后面呢 有双层的进风保护 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是 它可以直接逆转 清洁里面的脏东西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它逆转的那个排除功能 好了 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 插电以后呢 先开机 再关机 然后长按风速键 长按 然后这边是它的按键 这是开关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温度 然后下面的是风量 好 然后这边如果等一下 机身开起来的时候 这个会亮灯 这边是负离子 机身这里吹出来的是负离子 这个磁吸头呢 磁吸头吹出来的是水离子 也就是说负离子加上水离子会一次双重护法 负离子跟水离子 好负离子跟水离子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用白化纹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负离子呢它就是可以消除头发的正电荷 它就是让头发比较不毛躁 然后就是会比较滑顺 那这就是负离子 那水离子呢 它可以让头发看起来比较水润有光泽 就是比较保湿的感觉 就是它会让头发看起来比较有弹性 保护你的头皮 它才不会太干嘛 用好水离子是保护头皮跟毛囊组织 那再来呢 它可以收紧我们头发的毛鳞片的收盒 奈米水离子的含水量是比负离子多一千倍喔 然后它体积呢 又比负离子还要更小的 含水量是更高的 再来啊这支吹风机呢 它是有温控的专业晶片 那为什么要温控呢 因为它在一个持平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温度控制 才不会导致温度过高 然后让头发受损 所以温控是相当重要的 拒绝过热才不会伤髮值 好呦 讲了这么多这支吹风机的特色 我们等一下就来实测给大家看吧 重点是它真的很轻又很好用 那我们要准备来去试头啰 休息头去 好啦我们要来实测吹头发啦 然后我们就是拿出这两支吹风机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体积然后来讲的话 就是这一支是Tidy的 是胜出 那这一支是Panasonic 然后这就是我刚刚秤了一下是503克 然后这个是350克 好所以体积是这样 来开机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电灯这边会发亮 我开机咯 水离子打开的时候它会亮灯 好然后我等一下会实测几个风速给大家听一下声音 这个是有温度嘛 你可以用热风冷风然后再来就是冷热交替 然后它最快风速是1秒60公尺 给大家参考它真的超快的 我们先实测头发啦 好咯那我们来吹头吧 哦刚洗完头 那我们等一下的方式呢就是会 吹两边然后比较给大家看 好大家知道吹头发要怎么吹吧 就是你要先逆着吹 然后把头皮然后发根吹干 然后再顺着头发顺着吹 吹到大概九分干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冷风去吹它 我接下来实测 然后我这边会拿马表计时 分别计时 这边左边用Panasonic 我就吹半颗头的时间 跟这个吹右边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计时 然后我们会看一个是 吹干的速度跟柔顺的程度 那个毛躁感 OK计时 我们准备计时开始 好大约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大概是2分5秒 但是最后面的靠近中间的地方 还没有完全很干 这个地方大概是 这边头皮都干了 这里都干了 OK 然后我刚刚是用Turbo最强的吹 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光泽度 你们可以先 我们先对比一下 那接下来呢 一样我这个就是开到最强 然后吹这边 吹 一分三十秒 好目前吹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静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这一支 Tidy的 看一下这个 还蛮顺的 然后没有毛躁感 然后可以看一下 我就完全没有魔法油喔 你可以看这两个感觉 我就是用手把它抓顺 你可以看一下整体感觉 就蛮亮的 你看这边的那个光泽感 有看到那个揉顺的程度 然后这边 也算是表现不错 因为 这两支都是很强的吹风机 可以看到 所以 这两支都是有水离子跟负离子 然后都是蛮强的吹风机 所以现在的Peyasony的 这个系列的吹风机 如果同等级的话 已经买到八九千了 对 然后这一支的话 目前定价在五千块有找 所以 我觉得如果以价格来讲 是这一支Tidy的取胜 那这一 因为我现在比这两支 因为它都是一样 有水离子负离子的功能 所以就是都蛮强的 如果你拿那种便宜的吹风机 比那个毛躁感 就会超明显 但我觉得 这一支呢 你要想我比了两支这么强的吹风机 就是我没有要说 好坏这样子 就是给大家自己去评估 可是我很喜欢这支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你出门它很方便 它不会那么的笨重 然后它吹起来的柔顺程度 你看 就一样它非常有光泽 重点是我 已经试了好几次喔 就是我说早上出门啊 就是变这样 中分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影片 我就是这样子拿起来 然后再往下吹 吹就是 就变得很顺 那这样就不会有那条线那么明显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 有时候 这边发根会这样子翘 我就都会用这个吹一吹 就是 而且我不用磨水 早上不用磨水的时候 我就直接用 这个 这一支吹 它就是水离子 负离子都有 因为这一支它就是水离子 负离子都有嘛 所以它整个光整部 就可以比较好 然后我就会用这个吹 整个 这个真的超顺 你可以看 差别这两支呢 它的揉顺程度都很好 那 差在哪呢 速度比较快 这一支的速度又再更快了 我觉得它大概吹 像我吹单边啊 呃 这一支配合Sony 大概吹大概一分 中的时候 还有五分干 然后 这个胎底的 就大概有四分干 就是手上的水 没有那么多 真的有比较快 然后我觉得都蛮强的 而且 因为拍到Sony这支 我说真的啦 我个人本来就觉得 没有输Dyson 我自己啦 Dyson最新的我没有用 但是就是 之前那一款的话 我就觉得说 这一支真的CP值超高 五千有找 我觉得 好重点是真的很好用又很好看 然后它的操作非常的直觉 然后就是你没有用这颗头的话 这样子就是负离子 这样这颗头呢就是水离子 我刚刚呢总结跟大家讲 我刚刚吹完这边是 两分钟对吧 然后吹完这边是 一分三十五秒左右 差不多 好 所以差了大概三十秒 所以这边真的有比较快一点 大家看一下我的头发 是不是光泽度非常的好 好哦 我一直想说 要如何测 吹风机的风速 强弱给大家看 好 那我想说那就吹头发好了 那配Sony呢 它有三段风速 那Tidy这支呢 有四段风速 那我们就一样开到最强来做测试 那配Sony我们开到第三段Turbo 我们看它头发飞多高 好像可以 应该可以感觉出来就是 领寸的程度 然后我们 我真的很搞笑 好 接下来呢Tidy 我们开到第四段风速 那 应该可以感觉就是 它吹出去的时候 你的风速比较强 而且它的风比较集中一点 对 这个风速是比较强的 而且它 它风速比较快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的 我们现在来实测 就是吹风机的风速有多强 那我们都开到最强 那我们先用Turbo 我们先来试开那Sony 我们可以开到最强 OK OK 那我们接下来试这一支 Tidy 好 我来试这一支 一样 开到这一台 射层 事实证明 Tidy一次射层 就射到这么远 好 Tidy剩 哈啰大家 刚刚我已经实测完毕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头发 你看我们洗完头 然后吹完 超快的 因为一般我如果只要想到说 我要拍个洗头开箱 一定就会觉得超困扰 因为要觉得很久 可是你看这个 好的吹风机 就可以节省超多时间 我刚刚吹一半 就两分钟 一个 一分半 那实际来讲 因为我后面的话 刚没有吹到完全很干 这样子 那我喜欢 我喜欢把头发吹到很干 我整个 整颗头吹发 我之前有做过一次实测 就是整颗头 用这支吹完是四分钟的时间 那就是干爽程度 大家就像现在这样 你看非常的柔亮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这支Tidy吹风机呢 你会觉得说 Kini 你今天做的一个PK 感觉好像不相上下 你看光泽度很好 然后两支都是很快速的吹风机 但我想要跟大家表达的是说 过去大家在选择吹风机的时候 只知道有Dyson 跟Panasonic可以选择 但是我今天想要介绍 一个新品牌Tidy 给大家 为什么呢 那你去选择一支 一样有一样效果的吹风机 你看它的柔顺 然后它有水离子 有负离子 然后呢 整个毛铃片都收得很好 重点是呢 白天的定型也都很不错 重点来了 你省了荷包 是不是CP值来得更高 那让大家认识新品牌 Tidy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开箱分享给大家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没有用过嘛 你们会不敢买 但是我帮你们使用 也帮你们做了实测 它完全不会逊色以外呢 今天我实测的效果 它是比Panasonic的吹的干燥 干的速度是更坏的 而且干的速度坏 但是它却没有毛罩感 你看整个毛铃片就是超级无敌顺 好 你看整个头发看来就很清爽 如果说你今天赶着要出门啊 出去约会或上班 突然想要洗个头 你就不用怕要等太久 你有一个很好用的吹风机 可以快速把你头发吹干 因为很多人呢 喜欢给外面洗头 原因是什么 因为吹头发太麻烦了 但是有一支好的吹风机 那可以帮你省时哦 而且又很方便 好啦 这支影片分享给大家 大家记得去下单吧 好 喜欢看Kindy开箱什么 记得帮我写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想看我开箱什么呢 在底下帮我留言 我最近呢 还想要入手 像是蒸汽烤箱 还有像是 因为我平常都是手磨咖啡 之后应该会考虑 买新的那种 就是 冲泡咖啡机 之后再分享给大家 我目前还没有物色到 然后 我会看看一些新的品牌 或是看看Tidy 之后会不会出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 他们家的东西了 好啦 那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这支可以送给朋友喔